小雞絕對還是想要這個偷偷的來 如果當大家情緒已經可以冷淡的時候 他說他不會 他說他不要巧遇 這個他是說現在 他是說現在不要巧遇 但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後 那就不一定了 畢竟柯文哲還是有柯文哲的支持 我們黨現在也不允許 還有柯文哲粉 因為自三雖然沒有157 但是至少也有120吧 但我要講的是 但是還是有三個示範區 還是維持原來的合作 台南的國民黨的肇事看得出來 國民黨就是比柯文哲大 所以當時大家就是國民黨 在跟柯文哲要不要合的時候 很多的支持者說 國民黨我們自己的組織這麼大 為什麼要去求一個四趴黨 你看理所當然 原因就是在此 當動員出來的時候 柯文哲看到就怕了 柯文哲這兩天沒有公開行程 很多人說他走不出去 柯文哲走不走得出去 就要看藍營的小雞 要不要給他藏 要不要跟他巧遇了 如果柯文哲單純就以現在的話 你大家都知道 他只有十一席的民眾黨的地方立委 他要去哪裡 也就十一席 十一席輪流 都可以走三輪了 你知道嗎 每天只要一個人 他都可以走三輪 走到選舉之後 所以他一定沒有場可以去 所以今天你看他剛剛去接受 一個媒體的裝訪的時候 他就用拋這個議題的方式出來講 他說當時有人跟他講說 叫他當副總統要給他一億美元 後來還開到兩億美元 就用這樣子的方式 再秤身量 有人要開一億美元的代價讓他做貨 對 然後這個主持人問他說是誰 他說後來開到兩億 兩億美金還是台幣 美金 所以你看柯文哲就用這樣子的方式 不管有信不信 大家就去問了嘛 現在大家就會討論了嘛 減蘇培就會把他拿出來講了嘛 為什麼 因為這就是一個新聞的焦點啊 柯文哲最厲害的就這一套 他已經沒有國民黨的這些組織 可以讓他跑的時候 所以有兩億美金的實力 能夠讓柯文哲出任復首 如果真有其言的話 應該是已經過世了 王永慶才拿得出來 其他人他拿不出來 所以柯文哲是說好嗎 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 因為我沒有辦法確認 匪夷所思 你知道今天 除了這件是匪夷所思之外 他老婆說曾經國民黨 要他做不分區就好 這個我絕對不相信 我這絕對不相信 匪夷所思 國民黨是希望藍白 合成不要當不分區 不是 因為亞斯伯格陣 通常分不清楚 你在開玩笑還是說真的 真的嗎 來來來 兩億美金 兩億美金就已經很匪夷所思了 拿兩億美金讓他做副首 這是第一個懸案 現在到底是誰 要拿兩億美金 出來讓他做副首 第二個懸案是陳佩琪 也就是柯文哲的老婆 PO了一篇文 他說 他說從一開始 藍白合的時候 國民黨的腦袋 就只有當政的這個選項 這個我認為有可能 就是國民黨只想當政 這個有可能 比較離譜的是 他說國民黨 那個時候的高層呢 說要柯文哲 就像他們對郭董一樣 叫他去當不分區的 只是對郭董還要浪費黨內一個 不分區名額 對先生 先生當然 那這就柯文哲了 就簡單了 連名額都可以省了 直接去當自己黨的不分區就好了 這些都是他們大咖 私下曾提過的意見 你去問他們 他們當然說不知道 沒聽過 沒這回事 否認到底 但真的就是有這麼一回事 他說自從破局之後 分手擂台之後呢 攻擊就從四面八方接踵而至 就是有多麼可怕的 就像多麼可怕的恐怖情人 形容國民黨是恐怖情人 既然是這樣 就沒什麼不好 直接說的了 也就是說 因為國民黨搞得像恐怖情人這樣 所以我才把這件不能說的事 給說出來 有可能嗎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一開始國民想要 國民黨想要藍白河 是侯科配或科侯配 就兩個要加在一起 互補 我覺得他前面講的 有可能就是國民黨想做正的 就像民眾黨也想做正的 這個非常有可能 但是叫他做不分區 他就不用說 所以國民黨不會叫他 叫他去當立委 國民黨就變得選票上 叫他去做不分區 不用國民黨叫他去做 不用國民黨叫他去做 他自己可以決定 這個不是國民黨 這個可能是對岸的中國 我們看到這一次 不是 這個真的蠻匪夷所 對 因為他是用美金 中國常常在對臺灣進行 相關的資金的輸入 用美金是 所以那個兩億美金 有可能是對岸 對 因為看不出痕跡 不能用人民幣或港幣 用美金大家都知道 那可能就分不去是哪裡來的 這一次負責查 富士堂 誰的人是誰 陳文青 政法委書記陳文青 我覺得汎老師在胡說八道 規格是正國級的 我覺得汎老師在胡說八道 所以我必須要講 這個有可能是對岸出手了 來 國民黨 汎老師百分之百胡說八道 我講最現實 補充一下啦 如果像佩琪醫師所說的 他如果要做不分區第一名 哪就國民黨 民眾黨自己不分區第一名 他就去做就好了 哪就跟國民黨來搶 我覺得這就是搶聲量 就跟那個兩億美金 阿冠 我跟你講實在話 當初為什麼會講到 不分區這件事情 之前不是說要組聯合政府嗎 你如果聯合起來之後 他說很多職位讓你選嘛 除了副總統 因為柯文哲一開始 很排斥當侯友宜的副手 所以那個時候講說 你如果 確實曾經提過 不是啦 他是不是提過 是說我好幾個選項讓你選 那也是行政院長 也不可能 不可能 包括行政院長 行政院長 你以為國民黨有可能在立遠過半嗎 有可能拿到龍頭嗎 那已經很早以前的事情 柯文哲也不適合去當立法院長 對啊 他怎麼 他怎麼去調節頂耐 對 難道 搞不好柯文哲 亞斯佛格陣 有時候會折散固執 我覺得說 折散固執 跟協調折衝不一樣 折散固執 你在打架是不是 不是因為那時候講到說 那個手腕很好的 八面 因為他可以拉他的民眾黨的 不分區跟政黨票 我來受判斷 國民黨的最大利益是 柯和佩 剛才原子講得很清楚 你柯文哲去當不分區立委 對國民黨有什麼好處 一定好處都沒有嘛 但是陳佩奇說真有其事 因為那時候還有老郭的因素在裡面 那他大咖是誰 那我不曉得他大咖是誰 國民黨我認為中 會不會真的是有人開玩笑 他們當真 我不知道 這就很多情況 只有他們自己才清楚 真正國民黨大咖 可以開條件的 只有一個人叫朱立倫 其他人都不夠格 我跟你講 其他國民黨自己也沒有 一億美金 對啊 好啦 那回到新聞 我們剛剛的新聞看到了 難道這是國際騙子嗎 竟然外傳有人拿兩億美元 要柯文哲退 來 國際騙子設局 這是柯文哲自己驚爆 剛剛看到的是他老婆 現在這是柯文哲自己說的 他說有人 柯文哲 真的有人的話 這個人到底是誰 我覺得柯文哲最好講清楚 柯文哲驚爆 只要我當副手就給兩億美金 這柯文哲自己講的 好幾個月前 有一個叫通衛的 他說他是那個 美國阿拉斯卡參議員的助理 來到我們中央黨部 還跟我們談過 然後又有那個人在前說 這個我們 我們明天 這個羅森布克會打電話給你 還叫我們要準備 我說奇怪 我說 後來我們去AIT 這到底怎麼回事 所以說這個都是 我覺得這種 當然不一定是國民黨發動 什麼國際騙子都有 所以最後證詞 這也是一個 這就是一個怎麼說的局 這個局很奇怪 他這個人 你不是說他通衛 他是阿拉斯加的 一個議員的助理 他到你們辦公室裡面 跟你們講說 羅森布克要跟你通電話 沒有 他一個月前就來了 一個月前就來了 他不是 他只是先來打好關係 他是要來打關係的 所以這根 這根你覺得誰設局 我不曉得 也許說 也許就國際騙子 我跟你講 這個國際騙子 你把這個 然後導致說國民黨 我沒有說國民黨 我跟你講 在過程當中有沒有 那種開議價什麼都算了 我不想在 到時候你只要當副手 一億美金 我說真的還假的 誰開 誰開 誰開一億美金 根本就沒有人會開這種價錢 你放心 他不值那個價 我花一億美金就把你打死了 好不好 再難打 我根本沒有人會理你的 你說如果這是外面的傳言 那我們連討論都不用討論 那一個是陳佩琪說的 一個是柯文哲自己說的 我這樣跟你講 現在大家很多人 今天罵黃珊珊 明天罵陳佩琪 那講了半天 我告訴你 依照我對柯正寅的瞭解 這些人 黃珊珊跟陳佩琪 沒有柯文哲點頭 他一句話都不敢講 那些東西都是讓柯文哲 點頭放出來的好不好 他現在要照聲量 先讓他自己放出來 對他自己就剛剛蘇北講的 他現在沒有聲量 他現在沒有聲量 他會被悶死 那他不得不去 造些題目真真假假 不管他 他到後來把他打呼嚕 打過去就好了 先把他交點兩億美金 這個就是他的 他要墊高自己的行情 警察 他不得不去 他是個高人 他賠unta 我以來 他沒有聲量